本所援警已於本月5日夜間19時徐行津 吉津山吉津區復興向見張蘭騎乘機車行車搖晃且忽快忽慢 向前盤查發現張蘭渾身善發酒味 所以要求接受酒測 酒測值達0.68MGL顯然超過規定的標準 觸犯公共危險罪 獵人無奈是張蘭表示自己因飲酒過度導致肝硬化等症狀 令警察後警方聽聞之後 苦勸酒駕行為為賠掉健康的身體 又需面對刑事責任及行政的罰擺 這是百害無疑利 警方呼籲飲酒後不得駕駛任何車輛 警方也會持續取締各類酒駕行為 並會針對易造勢路段、地點、時段加強執行取締 飲飲酒處所亦會傷勤業者一同防治 協助顧客宣導代價或代價計程車 以杜絕酒駕行為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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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